美国神韵纽约艺术团在华府甘乃迪艺术中心的演出 每一场都吸引了主流人士前来观赏 美国首府的政要及法律界人士 他们胜赞神韵的艺术境界超凡脱俗 展现中华文化的博大与辉煌 德国大师馆驻美武官陆军准将贝肯先生 在演出散场后依然沉浸在观赏神韵的喜悦心情中 贝肯先生尤其对女子舞蹈演员 飘然若鲜的舞姿散叹不已 特别是女子舞蹈演员 这种特别的中国小的舞蹈 非常感到的 此外 神韵的服饰展现出历朝各代 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特色 让观众大开眼界 哦 衣服 我不知道你的衣服人是 但是他们 我从来看到的最美的衣服 非常美丽 非常镜丽 很多美的衣服 很多美的颜色 位于全球政治中心 华府观众也对神韵节目中 反映出的中国社会现状格外关注 我认为中国文化 现在的社会是抑制的 他们的社会是抑制的 社会的信息 他们希望他们的社会 是抑制的 共产政府 它们是很高兴的 看到更多的拥有的 中国人在这里 可能会扶持其他人 在你的国际 我认为我认识 这不是在中国的社会 能欣赏到这样的世界级演出 观众感到不需此行 新唐记者李书彦 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